欢迎收看湾区资讯站 我是李娟 一起来观赏湾区资讯 6月18日 华运会与运动舞蹈俱乐部一群社交舞同好 共同举办第32届华运社交舞运动舞蹈锦标赛 今年华运会主任委员马倩军 再度邀请大专校联会协助办理 由校联会会长曾丽湘再度推举富有社交舞经验的前会长林世贤 和台大理事杜彦平担任召集人 与运动舞蹈俱乐部一群社交舞同好 共同策划第32届华运社交舞运动舞蹈锦标赛 本届运动舞蹈锦标赛举办的是社交舞比赛 形势不拘 依程度分为初级中级组 有21场比赛 其中还有舞蹈表演和观众一起来同乐的舞蹈比赛游戏 比赛结束后当天晚上 还安排了一个爱九九乐团卡拉OK及跳舞餐会 以上是湾区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